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吃饭增加一点点那个小难度 这个暑假一起去逛动物园吧 前两期跟随大小游客的脚步 我们成功打卡了天津动物园和南京洪山森林动物园 今天来到广州动物园的我们 又迎来了新伙伴 李玉岩小朋友 李玉岩一个昆虫科普的爱好者 小小的昆虫世界在它眼中可有着大学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这对新搭档去哪儿了呢 不然你看这个广告动物园的这个图标 为什么是个大象呢 我猜还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是馆内有很多大象 然后大象是它里面的明星镇馆之宝 第二个呢 这个差不多是地图 里面有很多颜色 代表了里面的很多区域 哇你好聪明啊 我都没有想到地图这一点 你说这个大象是镇馆之宝倒有可能 因为它是最大的嘛 是不是 但是地图你的意思是粉色可能是一个橘 黄色是一个橘 绿色是一个橘 绿色是一个橘 是吧 好聪明 你们好 你好 园长好 园长来了 我们问问园长吧 因为我刚好看到园长身上衣服上也有一个想象的logo 这个logo为什么是作为我们广州动物园的logo呢 大象作为广州动物园的logo可是大有来头哦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的动物园的地图 你们可以通过地图上的图标解锁这个动物园的对应的动物 经过挑战来获取相对的印章 在你们集齐完三个印章之后 我再给你们做一个答案的分享 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挑战 对 先得去挑战 挑战完成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是的 是的 让我们与大小游客一起开启广州动物园的奇妙旅程吧 本期由广州动物园为大小游客提供一张神秘的动物园导览地图 其中包括三个主要地点以及若干个彩蛋地点 每一个需要打卡的地标上都有一个神秘图案 大游客小游客需要成功打卡地标 并通过互动以及挑战解锁动物相关知识 最终形成一份好逛的游园路线 预言地图在手 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 走 走 走 有孔雀 这有只逃出来的孔雀 好漂亮 这里面还有好几只呢 那是鸵鸟还是啥 鸵鸟肯定不会那个大小吧 不知道是什么 那小孔雀吧 那么小吗 小孔雀那么小吗 有可能 因为小孔雀它从蛋里拂出来的 走 那只马来熊 对 有一只马来熊 对 有一只马来熊 是不是在那躲鸵狼呢 快把它收了 咱们下去看看吧 同类可以下去 那有一只大的 门口的那个大爷来看一下 门口那只大这只小 我跟你说啊 在天津动物园 有一对新婚的马来熊 我们到时候去看了 这个男生叫华蒂 女生叫波比 新来新娘准备出场 大家好我是华女 从名字可以看出 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有一个哥哥 名叫华蒂 没错 就是去天津动物园成婚的那一只 作为一只男方熊 能去北方见见世面 还是很让熊羡慕的 听说哥哥已经抱的美熊龟 虽然相距甚远 但我还是要祝他们新婚快乐 看过了孔雀和马来熊 大小游客来到了星星馆 哈喽 这里会有地图上神秘图标的线索吗 你看 他在喝东西 你说他喝的那个会不会跟咱们图标有关系 对啊 因为不像矿泉水对不对 是汤吗 应该是的吧 应该是 你看吧他高兴的 鼓掌呢 看来很好喝 他笑 对 你好 饲养员姐姐来了 这端里光什么呀这么香 这是我们黑猩猩的专属广东亮汤 看来咱俩找对了 预言 就是这个图标 汤 夏天工艺 我们跟黑猩猩都喝点汤的嘛 你们想知道我们的黑猩猩的亮汤 有哪些食材吗 想 好 好 来跟我走 走 现在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七样食材 你们来看一下哪些是黑猩猩小薯汤的配料 预言你先选 我觉得西瓜是因为西瓜很结束 我们夏天都吃 对我也觉得 而且它很解渴是不是 我可能会选梨吧 你可以润肺 是不是也是水分特别多的水果 对吗我们选的 对了一部分 黑猩猩的那个小薯汤呢 主要是西瓜还有猪骨制作的 就这两样 对 猪骨是给出蛋白质 对 预言说的头头是道 那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西瓜和猪骨 怎么能给它熬成汤 应该 想不出来 它的CPU烧了 超出了它的理解范畴 正常情况下我们做汤 应该是葱姜蒜 现在爆一下锅 或者是拿姜串 料酒去个腥 不需要的 因为黑猩猩呢 它的食谱呢 没有那么的复杂 虽然它是杂质性的动物 但是呢它主要是以水果蔬菜 还有树叶为主的 对它来说 可能不需要去腥这一步 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的汤里 会不会放一些调味料 黑猩猩呢 其实在野外呢 也需要一些矿物质的补充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提供生盐 就是粗盐 来给它们作为烧烧的调味品 哦 黑猩猩专属消暑量汤 采用最简单有效的食材 当清爽的西瓜 遇上油脂丰富的猪骨头 清凉足以消灭夏季的燥热 量汤的魅力往往就在于此 那夏天我们基本上用的是西瓜猪骨 对 那比如说春秋冬呢 春天呢我们会有胡萝卜 还有玉米 还有这个红枣 还有猪骨一起包 还有猪骨一起包 然后主要是一个去湿的作用 因为广州这边的天气呢 都会比较潮湿一点 雨水多一些 所以我们也要给它去湿 然后呢冬天呢 冬天呢 冬天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胡萝卜 雪梨还有苹果 还有猪骨 还有这个红枣也会用到 可以给它们润肺 一年四季其实它和的汤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春秋亮汤驱食器 夏季亮汤最结束 冬季亮汤煮温补 四季亮汤有妙用 滋补身体吃饭香 那我们就制作起来吧 看似还是很简单的 就两样食材嘛 哦呦 好 还挺沉 小心刀 好嘞 我们的黑猩猩夏天的小薯汤呢 主要是用这个西瓜皮来包的 这是很奇怪 因为你吃过西瓜皮吗 没有 对呀 连猴都知道 吃西瓜要吃羊 为什么给它吃皮呢 就是因为这个皮呢 它们有时候会不吃 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皮来给它煲汤 哦 哇 这个闻着就好清爽啊 是的 为什么我们一年四季 所有的汤都是要用到猪 因为黑猩猩在野外呢 也有取食肉类的需求 就是看重汤水这个食疗功效 同时呢 还可以丰富黑猩猩的进食方式 所以我们就会每周给它煲两次汤 现在就已经吃好皮了是吧 是的 是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焯锅水的猪骨 凉水下锅 对 一起放进去就好 哦 一起放进去 哦 一起放进去 烧几分钟 大火煲开之后呢 就再烧三十分钟就好 哦 还需要煲一下的 嗯 好 夏天就要多喝水 就要多喝水 要多饮汤啦 好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等它烧开 那西瓜皮 我们人类都不怎么喜欢吃 他们会把西瓜皮都吃掉吗 他们会把西瓜皮 还有猪骨都吃完的 哇 荒盘行动啊 对 吃饭了 干饭人干饭魂 干饭人吃饭得用盆 干饭人有精神吃饱了都进不去门 干饭人胃口大一张大嘴吃天下 干饭人爱饭混一到饭点就精神 走 干饭去 妈妈珍惜哦 那这个汤还不煮一会儿 要不咱们先去逛一逛 好呀 走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碎碎跟小粽子 她们是母女的关系 我们的小粽子就是2023年出生的 然后她现在已经一岁了 刚刚一岁 对 那就等于她应该还得吃饱饱餐 或者说她是不是还没断奶 是不是得吃母乳 是的 目前还是以母乳为主 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尝试给一些水果蔬菜给她吃的 碎碎现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很享受 是的我们的碎碎还会有月子餐 因为她还在带着小宝宝 然后就会给她包一些木瓜花生汤 来给她吹奶 那她很幸福 正常月子餐就一个月 最多两个月 她就吃一年了 这个月子餐 是的 好幸福 幸福归幸福 台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也会做一些什么食物风容 让它们取食不要那么容易 会的 我们给黑猩猩设置了一些取食装置 比如是人工蚁窝 还有一些坚果取食器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防止它们的技能最化 是的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看都有什么样的风容吗 我们来找一下吧 咱俩找一找好不好 来 你跟走走 来跟我走 它在那呢 看到了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场馆 哪个是我们设置的人工蚁巢 是不是那三个熬度屏的土根 对 熬度屏的土根 你猜的就是对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好 其实这是我们给它做的人工蚁窝 蚁窝 蚁窝 然后上面装饰了一些小树枝 没有 那树枝是他们钓蚂蚁的 拔出来的蚂蚁会粘在上面 就是它在钓蚂蚁 是的 我们设置这个人工蚁窝呢 是根据黑猩猩 他们在野外有举食蚂蚁的行为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场馆呢也设置了一个 就是蚂蚁也外生存环境 是的 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些小树枝呢 就可以给它们用来取食里面的蚂蚁啊 或者一些它爱吃的食物 我们除了放蚂蚁 还会放一些别的食材给它食用的 他们平时比如说孔瓶窝里把树枝拔出来 然后舔过之后 吃到蚂蚁之后还会再插回去吗 会的 因为它不确定里面还有没有那个蚂蚁 所以它就会不停地尝试 那它今天怎么就这么任性的 舔过之后就放在那了 它其实也在观察周围的环境 我们的黑猩猩呢 其实它们的观察能力很强的 如果它觉得不安全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跑到高处 然后先观察一下先 然后等安全的时候呢 再下来食用 我特别好奇啊 它叫什么名字 多大年纪 我们现在在外场的呢 就是黑猩猩 乐乐 它现在是六岁 六岁的黑猩猩 它算是已经成年了吗 还没成年 不算是吗 幼年吗 对 算是幼年 那它这么小就已经懂得怎么钓蚂蚁了 它是自己学的还是 其实我们的乐乐呢 之前是跟爸爸在一起的 然后呢 他的爸爸呢 就会教他一些生存本领 然后就会教他去怎么使用这个蚁窩来取食 对 它现在应用的也是挺棒 我看它一来就先把每一个杆拔出来先甜一点 就像咱们平时吃冰淇淋一样 你看看里面也没有东西 对 那我们居然戏都看完了 可以盖章了吗 还没有 你们还有一个挑战 完成它就可以盖章了 什么挑战啊 是一个有关黑猩猩手指灵活度的挑战 来 跟我走 好 走 大小游客需在五种食物 葡萄 核桃 菠萝 橙子 鸡蛋中 选择三种黑猩猩会包皮食用的食物 其中回答正确 两种极为挑战成功 这些都是新品平时爱吃的食物对吗 是的 这是食物里面呢 有三种它会包皮吃的 我们只要猜对两种呢 这个挑战就成功了 哦 我先选核桃 啊 选了个最难包皮的 它应该是会利用一些工具把它给弄碎 行 选你的 然后鸡蛋 鸡蛋的话它的皮比较脆 所以说应该比较好包 鸡蛋是第二种 还有吗 还有橙子 因为橙子的话它的皮是比较多汁的 比较好剥我觉得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选葡萄呢 这不是很好剥吗 葡萄的话它应该就是不会剥皮 直接一口吃掉了 连皮吃啊 嗯 嗯 那菠萄呢 菠萄钱都刺 不好剥 没关系 既然我们选了三种 只要有两种正确就算赢 是吗 对的 我现在就拿给他们试一下 看一下你们选的答案对不对 好 我们在这等着啊 好 来 在这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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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在包了耶 他包的什么呀 鸡蛋 鸡蛋 他都包完了 他一下就包完了 好快啊 来 来 来 好 真 他拿了 啊 是拿牙咬的啊 听到了吗 你看 好厉害啊 啊 橙子来了 看它用什么 它是用牙齿剥的皮 你看小粽子眼巴巴的样子 成功了 你眼很厉害 三个都正确了 对 太棒了 既然我都正确了 可以盖章了吗 可以 来 恭喜我们的黑猩猩馆 打卡成功 成功获得第一枚黑猩猩场馆印章的大小游客 在寻找下一个图标的路上 遇见了一位有些苦恼的动物朋友 本熊对这个墙会有点不喜欢 我可是拥有广州小幻熊圈 最时髦的发色 最蓬松的尾巴 最灵巧步伐的帅熊 我胖吗 好啊 就算我有点圆融 可是没有一只浣熊 可以抵挡住天上酿美食的诱惑 吃饭咯 虽然我们的保育员 每天会给我们足够的食物 那哪有小面包和苹果好吃 甜滋滋的 我最喜欢了 甜食嘛 很容易长胖的 但最近 我确实感觉到身子不如之前脚健了 好远不都累了 哎 作为幻熊圈最时尚的存在 我决定 还是为了身体健康减减肥 各位来看我的小伙伴们 要一起帮助我完成减肥大业 我要在保育员们 精心的食物搭配和锻炼中 重获健典的身材 想换熊的减肥大业仍在积蓄 而大小游客的第二个图标 又会在哪里出现呢 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一个任务了 对不对 于言 那你觉得这个图标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一看就是理发店嘛 我觉得既然是在动物园 应该就是比那些 毛发比较长的动物 剪的头发 对 对 好 那你看 这 是不是这个 这个很合 还真的是有个剪刀 是我们人给狮子剪刀发 我觉得看起来都有点危险 哈喽 小朋友 你们好 你好 我是狮子饰养员范碎鱼 我们俩刚才在研究这个图标啊 嗯 这究竟是我们给他理发 还是他要给我们理发 我们既不敢给他理发 他也没办法给我们理发 这不是我们剪的 是他自己形成的这样一个发型 自己形成 他在吗 安行 我们去看一看他的发型好不好 应该在里面 在那吗 在石头后面 你看他们在这里 哪呢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是这种齐刘海的造型呢 这个就是从二年的五月 开始的被游客发现了之后 铺上社交媒体一炮即红 在社交媒体上有五亿粉丝 也就是说阿行其实是个网红 是的 其实大家对他这个发型感兴趣 应该是因为狮子在大家心目中 都是一个威猛霸气的形象 但是这个齐刘海只能说跟它的气质不符 有损 对 为什么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发型 因为我们当时广州是那种美与天气 比较潮湿 然后呢 空气湿度大 水分沾到它的刘海上 那一缕一缕就搭拉下来了 由于重力的关系 然后就形成这种齐刘海 不是我们给它剪的 我们可不敢在它头上动刀 也没有给它输什么 也没有 不敢 都不敢 它是一直都是保持这个齐刘海 它有没有别的发型 有啊 最近都没有骑刘海 因为回南天已经过去了 然后它都是比较干爽的一个状态 那有时候是三七分 有时候是All Back 然后有时候呢 就是M字刘海 对 也太Q了吧 对 看随机的 就看它每天怎么摆弄自己的刘海 每天发型不同 那它每天都会自己梳理发型吗 对 基本上每天都会 对 狮子 猫科动物呢 就是比较爱干净的一个物种 然后的话 它们会自己舔舔爪子 然后就梳理自己的毛发 或者它们两个之间 也会互相地梳理毛发 就舔毛 不过一般都是 是杭杭给贝贝舔的比较可惜 对 它的名字 语言 你觉得它为什么叫阿杭 是不是由于它出生地的人 我猜也是 它是不是从杭州来的 是的 它是从杭州过来的 您刚才提到它旁边的这位 叫贝贝 贝贝 对 它们俩是什么关系 人类语言的话是夫妻关系 人类语言 那在它们的缘不也是夫妻关系吗 它们 诗群的话一般是 依雄多词群体生活的一个关系 就不像我们人类一夫一妻 那在这里呢 它们就是一夫一妻 对吗 没有 其实阿杭只有这一个夫人 也不是 也不是 还有另外一句 其实也是她的夫人 对 她们俩之间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她们俩之间的话 杭杭是我们俗话说的恋爱脑 她非常喜欢我们的白师贝贝 形影不离几乎是 然后一天要给她舔好几次毛 然后她占有欲特别强 作为饲养员 叫杭杭的名字 她不一定会搭理你 但是如果叫贝贝的名字 她就 谁 谁叫我老婆 对 谁叫我老婆 然后她就会转过头来看一下你 看看到底对她有没有威胁 对 其实她那个霸行 还在内心 是 她 是最具流量的发型师 她 是远近文明的恋爱师 她的风 从不被狮子的身份所定 在她的字典里 爱就是要大胆表现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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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安行在看什么呢 是不是在看那辆车 哦 这什么车啊 这是我们的饲料车 哎 那她怎么开走 我们是不是要帮她去拿她的饲料 今天的话呢 我们行行他们是停食的 停食 为什么要停食 对啊 因为我们会尽量模拟她在野外 这种鸡一顿饱一顿的这种习惯 让她不要整天吃饱了 就想睡 保持她的野性 一般会断食多久一个礼拜 我们一个礼拜的话周三 也就是今天还有周六都会断食 一个礼拜两天 对 这两只狮子和其他非洲狮有些不同 他们的毛色比较浅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白化的非洲狮 它也是非洲狮的一种 不过由于基因突变的话 他们的毛色变成了比较浅的这种白色 刚才她转过来了 我看到了她今天是有一点M字的刘海 是吗 是 这种锯齿状的刘海 而且我还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长得一点都不微猛 这马脸上 哎呀 我没敢说 我怕她生气 是有一点像马脸 是 所以看起来眼睛又很小 就有点萌 有点呆 对 我们广州话来说就是蒙居眼 就是眼睛眯缝脸的意思 蒙居 对 然后就很蒙的感觉 我们有时候也叫她蒙行 蒙行 挺符合她的气质的 对 其实我们想象中狮子的样子 是像狮子王里面的那个狮子 威武的样子的 但是不像阿红这么可爱 这么萌萌的 其实我们动物园里面也有这种威武型的 是在前面呢 那我们去看看 去看看 走 这边就是我们的非洲狮白白 这才是我心中霸气的狮子 对 它是有什么特点吗 我感觉她好像性格比较沉稳 相对来说会比隔壁的行行要沉稳 外观上也帅很多 对 起码眼睛大了好几倍吧 是我们的颜值担当 是是是 是子中 所以她应该也知道自己长得很帅对不对 对啊 我感觉是 因为她有时候她会自己走出来外面这里 然后呢 展示她自己帅气的脸庞 有时候还会换角度 摆个姿势 对 不过现在的话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热还是年龄到了 她就没怎么展示 现在 表现又没有那么强 对 那你看她的外形这么帅气 又是咱们的颜值担当 跟阿航比 他们俩谁的人气更高 那你看那边还有阿航的公仔 你就知道肯定是阿航的人气还是高一点了 她 毛发旺盛 双目有神 是狮子王的不二人群 谁曾想在人气比拼中略熏一筹 啊 造型独特 小眼迷离 却融获粉丝众多 成为广州动物园的代表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出乎意料的局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在大家心目中 对 反插萌 是不是 因为阿航确实不太像狮子该有的那种状态 帅气的狮子千千万 像阿航这一款的 就这么一个 所以这就说什么 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飘移 是不是 但是她已经就很帅了 对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和服装相关的发型师阿航 我们可以盖章了吗 还不行 我这边还有一个阿航发型相关的小挑战要给你 你要先完成了我才可以给你盖章 发型师快问快答 大小游客选择其中一人在规定的一百秒内 为三只狮子玩偶做出指定造型 另一人回答 有关狮子生物知识的快问快答 答题者每答错一题做造型的人 需要换到下一玩偶进行制作 一百秒内完成一个指定造型即可通关 准备好了吗 挑战马上开始 好 词诗通常一生只会待在同一个诗群 这个说法正确吗 快答快答 错误 真的吗 再想一下我刚才你说过 正确 正确 回答正确 亚洲有狮子分布吗 没有 错了 错误 换 还没完成呢 狮子是通过气味辨别自己的孩子吗 是的 正确 狮子会游泳吗 会的 正确 在狮群中大部分捕猎任务 是由熊狮完成还是指尸 此诗 此诗 正确 熊狮在一岁时开始长棕毛这个说法 正确吗 错误 正确 狮子会采用群体狩猎的策略吗 会的 正确 狮子的幼崽在刚出生时就能行走吗 错误 答对 熊狮通常在四岁时离开狮群这个说法 正确吗 对的 真的吗 换 换 换 这个怎么就做不完 拿错了 狮子的爪子可以伸缩吗 可以 正确 熊狮的策毛可以保护它们的头颈部吗 不可以 答错 换 狮子可以跳跃超过七米吗 不可以 想想 再想想 你看看它 这四只 可以 可以 答对 狮子幼崽在出生一岁左右可以独立生活吗 不可以 答对 小狮子出生时身上有斑点这说法正确吗 错 真的吗 你今天见到小狮子了 你再想一想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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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 答完了吗 还好 这算成功吗 其实我这个辫子没扎完 但是这个包租婆发型实际还是不错的吧 主要看后脑勺波 是 我已经汗流浃背了 预言也是 满头的汗 我觉得我们完成的 您觉得怎么样 看看我们的三个发型 一个是三七分淑女发型 一个是包租婆成熟发型 一个是小便便可爱发型 怎么样 我们算挑战成功吗 挑战成功 耶 耶 耶 合作愉快 接下来就让我们盖章吧 吃馆 挑战成功 成功 神秘的拔河图标 究竟代表着哪种动物呢 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告别了狮子阿航 大小游客 顺着人流来到了新的场馆 在这里 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有趣的动物朋友呢 正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广州动物园的女明星雅依 她是熊猫界广东话十集的亮熊 常在粉丝们一生生靓女中迷失自我 她是会上下班自行关门的聪明熊 她是拒绝躺平 拥有超多技能 不仅会打滚卖萌更会空中瑜伽 她是会在与粉丝们的见面时热情打招呼的敬业熊猫 如此具有雄格魅力的 大熊猫亚依 你爱了吗 看过女明星亚依的各项技能 却没有找到 与图标相关的线索 神秘的图标三 究竟代表着什么动物呢 月妍 看看我们下一个图标是 是什么 是 拔河 拔河 那你觉得 应该是跟什么动物相关 拔河 大象也很可能 对 大象也可以 或者是什么 灵长类的动物 比如说长臂猿 但是咱们走的这个方向对吗 我们现在走到水塔馆了 对 到水塔馆了 在这儿找找看 小石塔 你们好 在吃鱼 咱从这边看 这儿有它的玩具 看它会不会过来 它在吃鱼 它在吃鱼吗 是泥区吧 我看小小的 好可爱啊 要喝水呢 你看 这游泳速度 可以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水塔带来的花式游泳 预备 开始 它去干嘛了 你看 它去 它去拉解光了 哎呀 它去里面吃鱼呢 它拉那个绳子是不是拔河啊 会不会 对 因为它把那个绳子往下 拉那个绳子是有弹性的 也有一个向上的作用力 对不对 嗯 还真是有可能 我们从里面 叼了一条鱼 应该是那个小瓶子里面 是有它的小奖励的 有小鱼 对 它可能在看隔壁的小鱼 你好 嗨 你好 我是这里的水塔饰染员 叫雨恒 很关心你们来到 我们的水塔馆 太好了 我们可以问问您了 可以 刚才我们看到 它在那儿拔那个 像弹簧一样的东西 电话线一样的东西 它是在拔河吗 对 它其实就是在 它那个罐子里面 有装一些小泥丘 它就是想 就是用手去挖那泥丘出来吃 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玩具 正确来说 就是一个蜂绒道具 这个叫做食物蜂绒 那这个蜂绒玩具 是为了锻炼它 野外捕鱼的技巧吗 更准确地说 我们这个蜂绒玩具 就是怎么给它吃饭 增加一点点的小难度 因为在野外捕食的话 水塔不是说天天都能捕食的到的 但因为在救养的情况下 我们为了它一个身体健康 防止它过度进食 就促进它的一个运动 我们就会给它 增加一个取食难度 会在那个小罐子 放些小泥丘 那些荷花鱼之类的 它爱吃的 然后它就会想办法 用那个爪子去掏来吃 对 就是一个整体的一种 身体锻炼吧 对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旁边的那个小牌子上写的 它叫壮壮对不对 是的 壮壮吃东西好快 是 是 刚才我看给它喂那个小泥丘 它真的是三下五出二就把它给吃完了 对 转转人如其名 它是我们这里最胖最大 也是年纪最大的一只 是一个老大哥 猫妹的家伙 天天说我老说我胖 还能不能有好的相处了 但是呢 因为以前端子比较胖嘛 那时候胖到那个肚皮都能贴到地上 走路的时候比较辛苦 我们建于这个情况 我们就给它设置了一个风容装置 对 然后让它每天取食 就是给它一点一点的锻炼它 延长它吃东西的一个时间 让它就是知道一个饱 它以前是不知道饱的 就是容易就是批命吃 然后总是吃得很饱很饱很饱 才感觉它就是吃饱了 其实这是不好的 对人也是一样 对过度的一个肥胖 这肥胖的话呢 会对它们造成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 一个饮眩 有可能会严重的 会得那个四方肝啊 或者对心脏也会造成一个影响 他们也会得四方肝 会的 所有的水塔 它们吃东西都那么快吗 相对来说 壮壮的情况会严重一些 但我们就是都在控制 对 因为壮壮它吃的东西 就假如说吃一条泥丘吧 可能其他还要差不多 接近两分钟可能吃完一条 它可能一分零七秒左右 已经吃完了一条泥丘了 哇 对 太快了 速的一程就吃进去了 你说你这样子吃法 就会不会不会过度肥胖吗 是不是 对它的消化也会不好 对 所以它有时吃得太急了 它的消化 它排除的分别 都是没有那么健康的 所以我们都用了什么样的风容 来帮助壮壮减肥 首先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食物风容 壮壮爱吃嘛 对 我们就把它爱吃的放到一些小罐子里头 小罐子里面打一些小孔 就是它取丝会比较进来一点 你看 它没有 对 然后这铜丝也是断在它后肢的一个 站立的一个力量 对 然后它后肢站稳了 它上肢就会比较 就会灵活一点 对 你就可以四肢轮协调了 更好去抓东西吃了 对 我看到咱们这里面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给壮壮的风容 对 你看有这个像摩天轮一样的 小球 然后有镜子 是 然后那边还有像小梯子一样的 哦 它都喜欢玩吗 这真不一定 钻的还是一个比较有性格的一个水塔 对 每一只水塔的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日常作为一个保育员 要了解每只水塔的性格 根据它的性格 我们就会购置一些不同的 一些风容道具给它们的 哦 通常的性格就是比较贪吃霸道 哦 是吗 对 抢食以前很爱抢 现在好一点了 对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住吗 呃 这样子是一个人住 后期我们会再配一对一个适合它的水塔 对 我们要根据水塔的性格进行一个调配的 那不如果配错了吗 它配错了就得要打架了 那就不行了 那壮壮变胖的原因除了它抢食速度快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嗯 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游客的一个乱头味 因为壮壮嘛 它比较爱吃 有的游客过来就说 哎 这个水塔好可爱啊 然后壮就会叫 叫得很大声 那游客可能不明白 就以为啊 你是不是没有喂它吃的 想要吃的 对 想要吃的 而且这个你看这个高度 对 刚好你看一身手就能扔进去了 所以就很多时候 它就后面养成一个坏习惯 叫起食行为 它觉得只要我一叫 然后外面的人就会喂我吃的 那我就有的吃 拼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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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导致它胖的一个人生之一 所以我们这一边都贴了一些 科普宣传告诉他们 哎 我们水塔吃什么呀 我们水塔就尝试什么玩耍的一些 一个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介绍 大家知道了 哎 看了之后 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 科普和有就是教育 就是结合在一起 对 最主要是大家知道 这个水塔不是叫水赖 也不是叫什么黄鼠兰 水兰 也不是水猴子 水老鼠 对 最主要叫水塔 对 对 用我们广东话就叫水塔 水塔 水塔 啊 还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其实大家都是 C是好的 都是热爱他们 喜欢他们的 只是要用对方法了解他们 是的 是的 爱有很多种 但是要用对的爱去 才是对他们是个好处的 对 走啊 这边还有好几只 是的 这里还有我们的两只水塔 公的叫阿伟 母的叫那个点点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公文呢 对 你可以首先你看它的身形 你看里面那一只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我们公的 对 然后这里小一点这个叫母的 通过声音也可以不一样 他们声音都有点差别 阿伟的声音会比较高看一些 点点声音比较小一点 对 而且点点比较文静 他们不会怎么叫 叫的比较多的是我们的阿伟 对 阿伟的性格就比较黏人 好 反而男生比较黏人 对 他是一个 反正比较甜的一个男生 暖男 我们水塔家族故事可多了 随时随地上演水塔小剧场 我们今天问了这么多 今天的挑战有没有 肯定有了 我们等会呢准备了一些罐子 给你们就是一个制作 制作我们一个风容曲丝罐 搞好之后就是拿进去看看我们比较 看看我们的罐子做得怎么样 所以他喜不喜欢 好 能不能曲丝成功好不好 好的 你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加油 走吧 壮壮减肥大作战 大小游客需在保育员指导下 完成三种不同的风容道具 并将它们放置在三种不同的位置上 放置好的道具能够让壮壮分别完成 潜水 探取 站立三种不同的减肥动作 并顺利吃到食物 极为挑战成功 那接下来是我们来做风容的一个环节 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把的一些风容道具 石头呀 罐子呀 这些 我的理解啊 宇妍 你想象一下 可能是不是我们在这些有石头的罐子里面 吊在上面 吊在上面 然后有锅锅球子是浮在水上面 然后里面再放一些食物 是大概这些意思吗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动手吧 好 你选了这个桶 那我们首先得先打个洞吧 接下来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大一点 好 大盖的大小应该是它的小手能 伸进去 哇 好棒哦 这个可以吧 这个可以吧 对 我们把四边磨一下 不大不小刚刚好 对的 那然后就要往里面放 乒乓球 差不多可以了 过了 四边 好 一个做好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把它吊起来的吧 这个已经打好了洞 我们只要摔上绳子就可以了 好 小朋友 小朋友来剪吧 小朋友拿把剪刀 来 小心手啊 对 我们这麻绳可能比较硬 对 因为要硬一点的麻绳呢 就是我们学校才不会咬断 我们学校牙齿是比较厉害的 对 像我们穿那些胶鞋啊 什么对它们来说 随便两下就可以咬个洞 是吗 是的 这么厉害 是的 不要是太疯了 是的 这个盖子OK了 那么我们要放一些石子进去 对 你们可以看着放什么石子 来 好 这两个就做好了 我们摟了一个东西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石子是干什么的吗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看到两个眼 哦 我知道 从这两个洞里穿过 对 穿过去 把它挂起来就可以了 让我们小朋友来做吧 你来 你给打个漂亮的结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通过不同的风容 来让它完成不同的动作对吧 是的 那看来把哪一个放在哪里 这个位置很重要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到我们撞撞这里 先给它放一下看看我们撞撞喜不喜欢 好 走 我们试试好不好 选选位置 选选位置吧 走 跟我们走吧 那我们绑在红色上吧 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这个比较鲜艳 比较容易吸引到它 那现在就趁往里边放吃的了 是的 来 我们开始饭了 干嘛 好 我们出去吧 快去吧 加油 它们是通过什么来寻找食物 它就去我的那个了 是吃通过味道吗 它就去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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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和味道 感知动物 你看 它吃到那一条 抓到了 这么快 对 然后你就滑到水里了 对 它一般不会叫水里进食对吗 不会 它觉得在油水的时候 它的那个鼻子和耳光 它是有个瓣膜 帮关闭它的 它吃不了 它一般都会上岸来吃 哦 它水里抓一只吃了 对 它水里吃的话 它嘴巴就会进水了 你看它又去找你那个大桶 那大桶 另一条鱼就跑走了 跑走了吗 对 它刚才发一条鱼就说 它把另一条鱼给放 别放走了 所以它又去找了 所以现在去找 这不就在那个蓝色管子旁边吗 看到了 它看见了 它看见了 抓到了 ��도 抓到了 它终呵 那也害 它真的吃掉了 看来我的这一只 是的 对 很喜欢你的蟑螯 它现在已经吃掉两条了 对 正在寻找第三条 对 再找找看 哎呀 它的姿态好优美 是的 看到那个了 它 канал来來到我们第二个了 哦 去到我那个 跋河的那个地方了 闻一闻 dairy 种种别走 别走 别走 错过了 对 他更喜欢在水里面游 他在看 对 学校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一种动物 好奇宝宝 不在那里面 中中 不在那里面 有 他想去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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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手 他的手都伸进去 再捞了 是的 他发现了 发现了 发现了 拿到了 加油 转转 四肢并用 对 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瘦身成功了 就是在水里面游得更加的舒展了 而且灵活很多了 现在是个灵活的小胖子 不是大胖子了 这个确实有难度 对 有难度 所以就达到了我们一个丰绒的一个目的 一边吃 一边锻炼 对 锻炼是为了更好的吃 对 以他取实的一个时间 对 他时不时的会上来 对 闯口气 对 闯口气 对 闯口气 他最长能憋的时间大概能憋到五分钟以上 这么长啊 对 那这点时间对他来说小意思 是的 抓到了 哇 厉害 厉害 抓到了 抓到了 我抓到了 我抓到了 抓到了 抓到了会在一个潜水区 或者是三岸 对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这个进食速度 是很快的 确实很厉害 对 别人你看最后一个他也抓到了 那我们是这样成功了吗 是啊 成功了 成功了 恭喜 恭喜庄庄 恭喜庄庄 我们的灵活的小胖子 我们用分容让水塔做出了三个动作 下潜 探取 卡卡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盖章吧 好呀 最关心的问题 盖章 盖章 奇卡管 挑战成功 成功 成功 碧眼咱们捋一下今天的行程啊 首先 我们去星星馆认识了星星乐乐 她在干嘛 钓白蚁 哎钓白蚁 嗯 还有一对特别可爱的母女脸 谢谢一个小粽子 对 然后第二站我们去认识了发型师 啊 还有她的太太 贝贝 贝贝 还有一个特别帅气的白贝 对不对 最后呢我们又去找了水塔 她叫正在减肥的 壮壮 而且我们给她做了很多的食物丰绒 对 她也成功地拿到了属于她的奖品 如果让你来推荐一个广州动物园的打卡地 你会推荐哪里 我会推荐水塔管 水塔管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减肥 而且取得一定效果的壮壮 对 她非常聪明 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分容里取出自己想吃的东西 嗯 而且她的游泳也非常厉害 我也喜欢游泳 但是我达不到这个地步 我看出来了 你满眼写着崇拜 哎 成了你的一个小偶像了壮壮 但是咱们今天出发的时候啊 我们是有一个小疑问的 你还记得吗 为什么广州动物园的logo是大象呢 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的 嗯 大象的话它是比较和谐的 是爱护幼崽的 我们去参观动物园也是全家出动 有可能是这种关系 嗯 那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性 大象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动物 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要讨个好彩头 会不会这里面也有着延年易寿的 这么一个好意义在里面 当然 也代表着广州动物园它的历史悠久 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 嗯 那我们再想一想 会不会因为它的体型比较结实 比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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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比较温柔 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嗯 嗯 嗯 月安你看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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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 周恩来总理 将印度总理 尼赫鲁所赠送的一头 名叫巴宝的雄姓亚洲象 转送给广州动物园 一九六年六月一日 越南胡志明主席 送给中国儿童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只雌姓亚洲象伊龙 金钟来总理指示 将伊龙安排到广州动物园 和巴宝洗劫连礼 巴宝和伊龙 象征着我们广州动物园 外交的辉煌印记 大象也因此成为广州动物园 醒目标志的世界原型 广州动物园 是1958年建成开放 已经有66年的历史 是指代广州人同年的记忆 寶龙 月龙 正是陪伴我们走过了40多个年头 是广州动物园里 当之无愧的元老级明星 现在的广州动物园 不仅有这些老伙伴 还有很多新出生的动物小朋友 小金狮猴明天 北白甲长臂园宝宝 元宝 小马来熊皮当 更多新老朋友等着和大家见面 还有更多好玩的主题活动 等着你来参加 有时间就又来趟动物园吧 看看毛孩子们 广州动物园 欢迎大家的到来 云 tre 曲 史 ц米ね 是最的利物 门子水蜜 结尾 是最美的利物 by bwd6